你把固有疆域变成己有疆域 我说只修一个字 你民进党你敢修吗 就是说为了一个字你都不敢修 那你凭什么去指责马英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组长人张有花 马英九到中国大陆访问 4月7号他要回到台湾 就我所知美国跟日本方面 已经跟马英九办公室接触 他们希望透过这一次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他们想跟马英九谈谈 就是换句话说 美国跟日本对于马英九 这次的访问中国大陆是非常高度的重视 虽然他是人眼旁观 但是他是高度重视 每一天几乎都有新的报告 报到日本外务省 或者是总理府 那美国只报到国务院 甚至于拜公 那换句话说 美国跟日本感到非常压抑的 大概是四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就是两岸同属一中 这个是从马英九口中 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讲出来的 而不是在台湾讲 他们也发现 就是说 马英九讲了很多的话 中国大陆是刻意容认 相关单位没有提出非常强烈的反驳 这个是出乎美国跟日本的预料之外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马英九就是公开宣示 宪法一中 两岸关系条例是规范 两岸之间的运作 这个过去 中国大陆是有反应 美国跟日本对于这一条 也几乎是说 不是说不认可 而是说中国大陆应该不会接受 但是马英九既然讲了 而且没有送到反驳 那同时宋涛 就是国台办主任宋涛不是讲了一句话 他在最后跟马英九一到吃饭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两岸的事实是家务事 不宜由外人插手 就是这句话 就我所知 美日是非常关切 那这句话的含义究竟那是什么 那需要马英九回到台湾的时候 要把当时候的场景 前后的场景 他们要向马英九请教 那第三个 就是马英九这一次去 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某一些问题 然后这一些问题 美国轰炸日本是用烧一旦等等 那些马英九通通讲 他说日本受到了报应 那这句话是非常严重 虽然在马英九口中是非常的平淡 但是我知道 美国跟日本对于这一话非常在意 就是非常在意 就是马英九连说两次 这个报应 好 前面的那些话我就不讲了 前面的话当然有点群细性 我就不讲了 他说这是日本的报应 那事实上 那事实上马英九讲的这些话都是对的 然而日本在战败以后 他拥抱美国大腿啊 一直到到现在 对美国是毕恭毕敬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这段历史是非常的在意 那当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 就我所知 中国军民死伤不少 美国也对日本的这种做法是很有意见 那到了战争的中晚期 你尤其是中途岛战役之后 美国反手为攻 到了19 1944年的时候 美国对于日本进行所谓的大轰炸 就是突破它的绝对防卫圈之后 对日本进行的轰炸 都是用烧一弹 烧一弹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日本的房子 几乎是主造或者是木造 那碰到烧一弹是非常容易着火 死伤不少 那马英九在 就是讲这句话 他是无心 但是日本跟美国听着有意 是不是你在挑拨 我们美日台三边的关系 所以呢 马英九回来 应该美国跟日本 也会征询他这一方面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美国跟日本认为 马英九这是访问中国大陆 算是成功 也有收获 那至于会不会影响 国民党的选情 他们当然也要请教 马英九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台湾现在内部 就是包含国民党 本来对于马英九 去中国大陆这一趟 坎特不安 那现在看来 马英九至少对九二共事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回来他必然会召开记者会 那从国民党的角度讲 就是说九二共事污名化以后 能不能再一次的证明 那还是未定之数 那总而言之 你马英九已经有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对国民党来讲 究竟是要运用 你还是说 就是算了 隐忍 不讲 那至少在两岸论述上面 你有马英九的背书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那当然 是有加分作用 只不过这个加分 会不会产生加成效应 那还是有待观察 不过话说了回来 现在民进党拼命的贬低 马英九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一个事实 马英九跟蔡英文分别的出访 你贬低马英九 可以抬升马英九 抬升蔡英文吗 绝对不可能 那他们现在就在针对马英九 讲的各种的 所谓宪法一中两岸关系条例 他们是发布了很多 不实的讯息 就是说九二共识 就是他们针对九二共识而来 但是他九二共识 他规避不了宪法一中 也规避不了两岸关系条例 这个时候他要怎么调和 但是民进党还是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说马英九 遵照的是宪法的说法 但是民进党不承认这部宪法 反而提了一大堆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民进党 他为什么不要九二共识 那蔡英文现在讲的 你马英九讲法是1970年代的论述 那换句话说 蔡英文绝对不会接受 马英九的九二共识 那这个问题 等马英九跟蔡英文回到台湾 还要吵 坦白说 如果蔡英文真的是不要九二共识 也没有关系 你就修宪吧 或者你修改两岸关系条例 修宪当然门槛太高 你过不了 但是两岸关系条例 是你蔡英文可以修的 以民进党多数党的席位 一夜之间你就可以修好 那其次修宪也没有难 也并不难 我曾经跟民进党辩论过 修宪只要修个一个字就好了 他们听的都非常压抑 我说你把固有疆域 要经国民大会议决 你把它删掉 固有疆域 要经国民大会议决 你把固有的固 改成一个字就好了 叫既有的疆域 我说你就修宪完成了 其他的你可以不用动 你把固有疆域变成既有疆域 我说只修一个字 你民进党你敢修吗 就是说为了一个字 你都不敢修 那你凭什么去此折马英九 那好 那你说修宪是高门槛 我也接受 但是问题来了 两岸关系条例 你民进党是个多数党 你要修一夜之间 你可以修掉 那你为什么不修 所以现在就是说 台湾问题非常麻烦的 就是说大家通通知道 结果那是什么 但是就在过程当中去纠结 这个是 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 民进党他要是在过程当中跟你纠结 但是结果他知不知道 结果他当然知道 否则 马英九去中国不必那么高调 那蔡英文去美国不必那么低调 他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结果大家通通看到 但是在过程方面 他跟你纠结 但是会纠结到什么时候 大家通通不知道 所以我经常说 不要贬低马英九来抬高 蔡英文的行情 其实他们两个做的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下车就在过程当中